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过去六年了吗 那些是非 那些去除 多少年前 在我威力家生下第一个男孩 小夕 谢谢你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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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去世之后 一切都开始不明瞥 你看 他都背着你 做了些什么事情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都被别人拍下来了 你还有连是我 谁啊 何成呢 这真的不是我 喜丞你知道那不是我 对吗 滚 我们丽家里没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妈 喜丞你们相信我 一周的时间 我先后失去了疼爱我的外国 我深爱的丈夫 我的孩子 以及那个 还没有来得及松仇的礼物 谢谢你这些年的陪伴 虽然我们素未蒙面 但你说得对 看来 是时候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一切了 只要是 咱们 或者是 这是 好 我 反而增加了公司研发成本 设计部门推出的新款服饰 市场反应老期过时 产品大量之销 情况不容有 我认为当务之急 应该是警派更换设计总监 有敏锐的市场秀举 且长期走在史上前沿的人 在颜色和裁剪上 要跳舞得大胆 在风格上 要更能彰显女性的概念解决 要把质染技术的优势 返回到极致 具有国际知名品牌公司经验的设计师 六年了 我莫宁夕又回来了 莫宁夕你 莫宁夕你 好久不见婆婆生日快乐 莫宁夕你 好久不见婆婆生日快乐 莫宁夕你 好久不见婆婆生日快乐 莫宁夕你 你怎么还有俩回来 这不是雷总的前妻吗 前妻和未婚妻碰面 你也太多心了 我给您带了一份 六年前就准备好的礼物 什么礼物啊 你忘了你自己当年做的那些烂事了 你忘了你自己当年做的那些烂事了 别又像当年一样被丢出去 就不好看了 你忘了你自己当年做的那些烂事了 你怎么不死在国外 还回来干什么 恐怕这次不能如你所愿 六年 该拿回所有我的东西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这个 你什么意思 这是 真是没想到 怎么会 我还有一对孙子孙女 这是 为了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爸爸 哥哥 哥哥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谁啊 我是你妈妈呀 坤坤 坤坤 已经长那么高了 坤坤 她是妈妈 而且啊 你还有一对弟弟妹妹 小夕 你本就是集团董事 外公的股权将成绩在你名下 属于你的一分也不会少 你是设计师 集团旗下的永恒设计公司 就交给你 我不需要 力士集团已经与我无关了 外公的质染技术 把她给我 当然可以 但你忍心看着集团破产吗 况且你刚回国 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你得考虑下吧 我会为孩子们安排最好的学校 只要你愿意回来 行 那你提前说好 我回来只是为了孩子 音乐 夜市集团 卤美天 卤美景 好 莫妮夕 六年前我能叫你住初礼家 干嘛 以后东西不知道该不该给你看 六年后 以为带回两个野种就可以把我集中 我才是李家的女主人 我梦见你的眼睛 却看不清你的心 黑暗里前行 闪失着靠近 却得不到回应 爱情又不是电影 结局早已经注定 最后终于清醒 所有梦境都化为抛影 在夜里醒来 一个人发着呆 思念变空白 是不是只有傻瓜 才会把爱说出来 你是我 屏幕沾荡人静 接着此生天爱 可我不敢表白不敢触碰不敢离开 多可怜 多可怜 心动情 那个人 痛得最厉害 她是你手中玫瑰 她是你手中玫瑰 心上注射此生最爱 怎会不闻不闻不闻不痛不言不理不睬 不怀 你才明白 原来它是 例外 你是我 明目睁大人 尽皆知此生偏爱 可我不敢表白 不敢触碰 不敢离开 多可怜 神动情 那个人 痛得最厉害 还是你 手中玫瑰 星山珠沙 此生最爱 怎会不问 不问 不痛 不厌 不理 不睬 梦醒才明白 原来它是 例外